欢迎回来下面继续学习第13章第三节金融负载和前沿工具的区分 我们在上一讲呢讲述的是金融负载和前沿工具区分的总体要求 重点是讲解了金融负载和前沿工具的定义 下面我们再说一下关于金融负载和前沿工具区分的基本原则 针对发行方发行的金融工具到底是分裂为金融负载还是前沿工具 我们在进行区分的时候呢需要关注一下那么它的解算方式 那如果是以现金或者是其他金融资产来进行解算的 我们需要继续关注发行方发行的金融工具是否导致发行方 承担这么一个支付现金或者是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如果发行方他不能够无条件避免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那么发行方发行的金融工具应当给他分裂为金融负载 如果发行方他能够无条件避免交付现金或者是其他金融资产 那么这一项金融工具呢发行方应当给他分裂为权用工具 那如果不是以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来进行解算 而是以自称权产工具呢来进行解算 那么后面呢我会讲的更详细一些 这里边呢我只是把框架呢给大家呢说一下 如果发行方是以自称权产工具的来进行解算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发行方交付的自称权产工具的数量 到底是固定还是可变的 如果是以固定数量自称权产工具来进行解算 那么这一项金融工具发行方应当给他分裂为权产工具 如果是以可变数量自称权产工具来进行解算 应当给他分裂为金融负债 这个呢说我们讲的金融负债和权产工具区分的基本原则 当然还有一些呢比较特殊的另外情况 后面呢我们再主义的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是关于基本原则 在进行区分的时候需要关注的是 结算方式 比如说它是以交付现金或者是其他金融资产来进行解算的 那么就需要关注了 你这个发行方是否可以无条件避免交付啊 如果说发行方 当然就是我们这一段里面企业了 发行方它不能无条件避免交付 现金或者是其他金融资产 来履行这样合同义务 那么这个合同义务呢 它就符合了我们上一讲所提到的金融负债呢 它的定义 那么下面呢我们举两个例子 也是15中的常见的例子 我们先说情形一 发行方不能无条件避免赎回 关于发行方不能无条件避免赎回 会涉及到具体的账务处理 而这个具体的账务处理呢 它是属于企业块准则第37号准则第11条的规定 也就是说这项经济业务具体的业务处理 我们要求你是必须要掌握 如果一项合同使发行方承担了以现金或者是其他金融资产回购自身权益工具的义务 也就是说发行方它实际上是承担了一个回购的义务 或者是说合同的交易对手方它是有回收钱的 比如说合同的对手方它行使了回收钱 那你这个合同的发行方你必须要进行回购的意思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那么合同的这个金融工具的发行方 它就无法避免交付现金或者是其他金融资产 所以呢按照准则的规定 发行方发行了这一项金融工具 应当给它确认为金融负债 这是我们讲第一个处理点 要确认为金融负债 那金额应该怎么确定呢 随着计量的问题 随着初始计量 等于回购所需支付金额的限制 所需支付金额的限制 这里面我们多说一点 关于金融工具的发行方 它未来回购所需支付的这个金额 与这个限制中间是不是有一差额 这肯定不相等 中间有一个差额 这个差额需要在回购期内 要进行贪销的 要作为利息费用的来进行处理 我们再说一下充分率 那如果发行方最终无需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 回购自身权益工具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在合同对手方回授权到期时 那么发行方需要把这个金融负债 给它充分类为的权益工具 那么在进行充分率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的是按照账面价值 来进行充分类 不是按照供应价值 那既然是按照账面价值 来进行充分类 中间是没有差额的 中间是没有什么损益的 需要注意了 这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就是结块准则 第三十七二准则的第十一条 必须要给它备送上来 货币会有应用的 发行方承担着一个回购的义务 以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回购自身权益工具的义务 我们需要把这个发行的金融工具 要整体给它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 我们再看第二种情形 金融工具的发行方 被要求强制复兴 强制复兴 那你这个金融工具的发行方 就不能够无条件 避免将负现金 或者是其他金融资产 举个例子 比如说发行 一项优先股 那么根据合同条款的规定 那么合同的发行方 要求每年按照6%的股息率 要支付优先股股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发行方实际上就承担了一个 支付股息的一个强制的义务 所以这个强制复息的合同义务 作为发行方来说 是要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 一定要注意他的表述 我们可不是把这个整个优先股 整体给它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 我们仅仅是把这个强制复息义务 给它确认为金融负债的 当然就目前所给的条件来说 关于企业所发行的这个优先股 应该是作为一项复合金融工具 因为优先股它是说 没有回购的义务 本地这一块也不用还 是作为权益工具的 只是说利息这一部分 是确认为金融负债的 所以整体的 应该是作为一项复合金融工具 既有权益成分 也有负债成分 所以考试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他的表述 我们是仅仅就强制复息义务 确认为金融负债 不是把优先股整体 给它确认为金融负债 这一做题的时候 审题要仔细一些 好我们再说一下第二个例子 那么企业是发行的一项有去债 无固定还款机械 而且不可失回 每年是按照8%的利率 是强制复息的 那就说发行方 实际上承担了一个 被强制复息的这么一个合同义务 所以呢 这一部分是要确认为金融负债 它符合金融负债的定义 强制复息义务 金融工具的发行方式 不能够无条件避免交付现金 或者是其他金融资产 只要是我们客舰里边的案例 你必须给它掌握 比如说刚才我们举这两个例子 它完全可以作为客观体的选项 要求你做出判断 那如果是在主观体中 是要求你做出判断并说明 这里边我们还需要再强调一点 对企业履行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 就是履行这个合同义务能力的限制 对企业履行合同义务能力的限制 比如说无法获得货币 没有办法进行清偿 或者是需要得到监管部门的审批之后 才能进行支付 或者是其他法律法国的规定 一定要注意的 对企业履行合同义务能力的限制 它并不能解除企业的合同义务 也并不表明企业 它无需承担合同义务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进行进入负债和全国里区分的时候 如果合同条款里边没有 什么企业履行合同义务能力的限制 那么这些我们是不考虑的 那除非合同条款里面 它做了约定 就像我们第一讲所讲述的 我们在区分金融负债和全力工具的时候 我只考虑合同条款 极其所反映的基金实质 我不考虑什么合同条款之外的其他印象 所以考试的时候这些话 也可以给它摘出来 作为选择题的选项 我们再说一下第二种情况 如果是以现金或者是其他金融资产 来进行结算 而这个发行方它是能够无条件避免交付 那么这一个金融工具 发行方肯定是要给它分类为权益工具的 这个很简单 这里面举个例子 比如说发行方可以根据相关的议事机制 来自主决定是否支付股息 就是说关于这项金融工具 发行方是可以控制股息它的支付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发行方是没有支付股息的义务 就这个意思 那么同时所发行的金融工具没有到期日 而且持有方没有回落去 或者是有到期日 但是发行方有权无限期的给它订言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关于本机这一部分 发行方是可以无条件避免支付的 所以利息可以无条件避免支付 本机可以无条件避免支付 那简单来说就是发行方没有义务 所以在上书其形下 它是不构成金融负担的 因为它不满足我们前面所讲的金融负担经济 但这里面还需要再强调一点 像刚才我们所讲述的 关于股息这一部分 发行方是可以控制的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关于这个股利 股利到底是累积还是费累积 我们就不要再考虑 下面我们再说一下 关于股利推动机制和股利制动机制 那么在考试的时候 可能在核心条款的设计上 会涉及到这么两项 所以这个名词 我们还是需要关注一下 我们先说一下股利推动机制 所以股利推动机制意思就是说 如果发行方宣派或支付普通股利 那么他必须也要支付优先股等股息 这叫股利推动 那什么叫股利制动机制呢 意思是说如果不宣派或支付优先股等股息 那你发行方的普通股利也别发放 这叫股利制动机制 这个概念的我们要求 先熟悉一下 那么下面举个例子 发行方所发行的优先股等金融工具 如果所链接的是普通股的股利 而这个普通股的股利呢 发行方是可以控制的 当然在表述上是说 这个发行方呢 他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相关的意识机制 来决定了是否支付普通股利 就他可以控制普通股利 那想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 发行方可以控制普通股利的发放 既要控制优先股股息的发放 那么在这种情形下 像刚才我们讲的什么股利推动机制 或者是股利呢 这种机制 它不会导致相关金融工具的 被非内媒金融负担的 因为不管是普通股利 还是优先股股息 都是发行方可以控制 我可以发 我也我想发就发 我不想发就不发 所以说对于发行方来说 它是可以无条件避免的 这个案例我们要求也要掌握 再说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支点 这里边已经提示各位了 间接合同义务是很重要的一个支点 随后我们会举两个例题来说一下 那么前面我们再说 关于金融负债定义的时候 我们讲到了合同义务 实际上这个合同义务是包括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就是根据合同条款 我们可以直接确定合同义务 这个很明显 当然有写合同义务 我们需要根据合同中的其他条款和条件 所以间接合同义务 是我们区分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一个难点 所以我们必须要借助合同条款和相关信息 要做出全面的分析判断 这里面只是简单介绍一下 什么叫间接合同义务 间接合同义务也是合同条款所形成的 只不过它不是这么明显而已 所以在主观题里面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的区分 合同条款一定要看得非常仔细 因为考试的时候 关于金融工具这一部分 考试难度是逐渐加大的 那么在合同条款的设计上可能更为复杂 下面举个例子 票息跳升和鼓励推动条款 假公司发行的印象年利率8% 无固定还款期限可自主决定 是否支付利息的不可累积有序债 如果不考虑我们这一题的其他资料 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直接判定 假公司发行的有序债应当给它分类为权益工具 因为它没有固定还款期限 本金没有还款压力 没有还款义务 而且又可以控制利息的支付 所以假公司所发行的这项有序债应当给它分类为权益工具 但是这个合同还有其他条款呢 贴上往下看 该永续债是嵌入了一个看涨期权 因为假公司在发行第五年及之后 以面值回购这个永续债 也就是说如果假公司它回购了 它就需要向交易的对手方 要交付现金和其他金融资产 但是这个看涨期权是假公司的一项权利 它是允许假公司回购 假公司可以回购 它也可以不回购 假公司它不承担任一个回购的义务 接着往下说 如果假公司在第五年末 它没有行使回购权 那么之后的票息率增加至11% 那原来是多少呢 原来是8% 那么现在是跳升至11% 那么这一条款呢 我们通常把它称之为票息递增 那么票息递增到底能否形成假公司的一项间接义务呢 待会我们结合一下财 这个财款2019二号文 就是我们这一节里面的最后一个指点 永续债的一些项目规例 我们来进行推导一下 我们再看第三个条款 这个永续债的票息在假公司向其普通股东支付股利时 必须支付 就是你支付普通股股利 必须要支付的优先 这个永续债的这个利息 这不就我刚才那我们所提到的股利 股利推动条款 那么假公司根据相关的意识机制 能够自主决定普通股股利的支付 该公司发现该永续债之前多年来 均为支付普通股股利 假公司可以通过控制普通股股利的方法 进而控制永续债利息的方法 所以说这个永续债的利息 就假公司来说 那么它是可以无条件避免的 所以这个票息递增 那么这个条款是我们这一题的一个难点 那如果不考虑票息递增 只考虑其他条款的规定 让假公司所发行的这个永续债 就直接给它分类为权益工具 所以下面我们重点需要分析一下 关于这个票息递增 那么在第五年 如果假公司它没有行使会勾结 有8%跳升至11% 因为只有一次跳升 而且跳升的幅度只有 只跳升了300个基点 因为一个基点是0.01% 300个就是3% 所以它是不构成的 仅仅义务 所以不构成企业 无法避免的支付义务 所以再结合一下 其他条款的规定 所以这个永续债 这家公司应当把它整体分类为千元工具 那实际上刚才我们讲的这一项规定 就涉及了财款2092号文 位置呢 是在我们教材的231页 就是关于票息递增 它是否构成发行方的一项进行义务 我们看一下准则的规定 如果跳升的次数有限 而且有封顶 什么叫封顶 就有最高的票息限制 但是呢 还要满足另外一个条件 就是封顶利率没有超过三同 同期同行业 同类型 工具的平均利率水平 或者是跳升的次数 这个跳升的幅度较小 但是封顶的利率呢 它也没超过三同 同期同行业 同类型 工具的利率水平 结论就是可能不构成 今天一会 反之 虽然这一个永续债的合同条款 它也是有一个票息的封顶 但是这个封顶的利率呢 已经超过了三同 同期同行业 同类型 工具的平均利率水平 那么结论呢 就是构成建议义务 这是财宽2019二号门 永续债快力处理相关规定的 这么一段表述 结合一下永续债相关的规定 再回忆 再看一下刚才我们讲的 假公司发行这个永续债 相关合同条款的规定 它是不是只跳升了一次 只跳升了一次 而且呢幅度很小 只有13 当考试的时候 可能给你的资料的 就是更为严谨一些 它可能也会给你一个 比如说同期同行业 同类型工具的平均利率水平 然后拿这个调 这个调增后的 然后和三桶的怀金比较 我们这一题的实际上还有一句话 后面也会讲到的 就是我们这一节 我们这一页里面的最后一句话 说该公司发行该永续债之前 多年来均支付了普通股股利 实际上这一话呢 是几句迷惑性的 说以前我老是这个假公司呢 是经常支付普通股利 只要假公司支付普通股利 他就必须要支付永续债的利息 还是那句话 千万别忘了 我们在上一讲讲了 金融负贷和权与工具区分的总体要求 是根据合同条款 关于假公司以前 多年来均支付普通股利 是合同条款规定吗 不是 所以呢这一句话呢 是具有干扰性的 换言之 我们在进行区分的时候 根本不考虑说以前分配股利的情况 和未来股利分配的情况 因为这些都不是合同条款的所约定的 所以这句话呢 根本就是干扰项 不予考虑的 后面我们也会讲到 这是我们教材呢 举的这么一个例子 那如果是碰到永续债 首先本金 作为发行方来说 是否能够无条件避免 进行呢 比如说回购 那么利息 发行方是否可以无条件避免交付 现金或者是其他金融资产 可以从这两方面呢 来进行分析 但是我们这一天的难点呢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票期递增 是否构成 发行方的间接义务 需要根据永续债会计处理的规定呢 来进行判断 这一点呢 在2021年考试的时候 尤其呢 需要关注一下 下面我们再举第二个例子 也是涉及到了 间接义务的判定问题 就是关于投资者保护条款 这个案例呢 取自鞋块准则第377号准则 用指南 甲公司是发行的一个永续证 发行永续证 年利率8% 不固定缓缓期限 可自主决定是否支付利息的 富可累积永续证 如果不考虑合同条款 其他规定 我们就可以直接判定了 甲公司把这个发行永续证 直接给它分裂为什么 永续工具 分裂为权益工具 因为本金利息嘛 对于甲公司来说 它是可以无条件避免的 又没有到期日 利息甲公司又能控制 但是这个合同条款里边 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 它包含了投资者保护条款 我们看一下这个保护条款 它的具体内涵 就是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当发行人未能 这个发行人指的就是甲公司了 就说甲公司如果没有能够偿还 到期的应付了 其他债务中的工具 企业债或者是任何 金融机股贷款的本金和利息 那么发行人应当立即启动 投资者保护机制 那么这个保护机制 我们在15中把它称之为交叉保护 具体内容是 主程销商应当与20个工作日内 召开永续债持有人会议 永续债持有人 有权对以下处理方案进行表决 一无条件豁免违反约定 二有条件豁免违反约定 也就是说如果发行人采取了普通措施 并在30日内完成相关法律手续 豁免违反约定 当然如果上书的豁免的方案 经表决生效 发行人应当无条件接受 持有人会议做出的上书决议 并30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法律手续 当时一定要注意 其中的最后一条 如果上书方案没有经过表决通过 那么永续债的本息 应当在求人会议召开日的赤字 要立即到其支付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个投资者保护条款 关于发行人甲公司 他是否能够对其未来偿还债务 能够进行控制 他未来是否能够说 对于其他的债务 这个甲公司他是可以控制的 这个是甲公司所不能控制的 因为甲公司对于未来债务的一个偿还 取决他未来的经营状况 而企业未来的经营状况 他使用很多内容的 或者很多方面的 他是受市场方面的影响 市场可是不受甲公司控制的 比如说未来甲公司 可能说亏得很厉害 那你未来的这个债务 甲公司就无法偿还 所以未来是否能够清偿倒计债务 并非甲公司所能控制 那么第二点 那如果说不能控制 有可能去 可能要召开 这个我们讲的客软债求人会议 而这个客软债 持有人会议的表决的最终结果 也不是甲公司所能控制的 所以最终的结论是 甲公司他不能够无条件避免 交付现金或者是其他金融资产 所以整个的结论就是 甲公司应当把这个客软债 给他分类为金融负债 不能给他分类为权工具 那么这一题的难点就是 投资者保护条款是否构成 甲公司的间接义务 那么刚才我们也做了分析 因为他无法控制 是否对债务产生违约 当甲公司对债务产生违约时 甲公司是无法控制 是有人会议的最终结果 所以就得出了 刚才我们讲这个结论 就甲公司不能无条件避免 交付现金或者是其他金融资产 来履行一下合同的义务 所以最终的结论是 应当分类为金融负债 不能给他分类为权运工具 这是刚才我们所表述的 关于金融负债和权运工具 区分时一定要注意 合同条款里边 可能还会形成间接合同义务 我们再看第四点 再判断一下金融工具 到底是权运工具 还是金融负担时 注意我们是不受下来因素的影响 那为什么不受下来因素 因为这些因素 根本就没有在合同条款里边 做出约定 我干嘛要考虑它呢 比如说 以前实施分配的情况 然后这一点 刚才我们也做了提示 就是刚才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教材十三纲六 这个例子最后一句话 说该公司发行 该永续债 在之前多年来均支付普通股地 准则规定了 不予抗拒 为什么要 他没有在合同条款里面 做出约定 我们是根据合同条款 机器反映的经济实质 来区分金融负债 和权运工具 所以这些内容 我们要求你熟悉一下就可以了 当然你说这一部分 可不可以作为客观前的输地的 可以 因为有些题呢 它是送分的 给你送到位 你想不得分都不行 所以这一部分内容呢 稍加注意了就可以 还是那个合同条款 他有没有呢 做出约定 下面我们看一下 2009年这么一个计算分析 涉及到金融负债和钱 与工具的区分 当然这一题呢 是属于2009年计算分析 部分资料 说假公司呢 是一家上市公司 相关领度发生 与金融工具有关的 交易事项如先 2009年的9月1日 假公司 它是发行了优先股 按面值发行的 一共是发行了1000万股 美股面值呢 是100块钱 扣除发行费3000万之后 那么发行净收入呢 是存在银行的 那就是直接根据 1000万股乘以100 然后减去3000万 那么计算的结果呢 应该是10个亿 10个亿减去3000万 应该还有9亿7000万 那么根据假公司 发行优先股的募集说明书 在进行金融工具和权益工具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区分的时候 一定要看合同条款 这不就是募集说明书 合同 我们看一下 这个合同条款的规定 说本次发行优先股的 票面股息率是5% 假公司在有可分配利润情况下 可以向优先股股东 派这个派发股息 什么叫可以派发呀 那也就是说假公司 可以派发也可以不派发 不考虑其他资料 股息这一部分 假公司是可以控制的 现在往下看 在派发约定的优先股 当期股息之前 假公司不得向 普通股股东 分配股利 这是刚才的 我们所提到的 股利制动机制 除非股息支付日前 12个月发出 假公司向普通股东支付 股利的强制复息事件 假公司有钱取消 支付优先股股息 而且又不构成违约 然后优先股股息 又是不累积的 上之前内容 特上说明一句话 就是说 关于优先股的股息 假公司是可以控制的 它是可以 无条件避免交付股息的 就是无条件 避免支付股息 优先股股东 按照约定的 票面股息率 分配股息之后 不再同普通股东 一起参加剩余率的分配 假公司有钱 按照优先股的 票面金额 加上当期以决议支付 但尚未支付的 优先股股息之和 来赎回 并注销 本次发行的优先股 这里边需要注意了 是假公司有钱赎回 虽然假公司赎回的时候 需要向交易的对手方 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但是赎回还是不赎回 是假公司的算 是假公司赎了算 假公司可以控制这个赎回 所以这个赎回 假公司是可以 无条件避免的 而且本次发行的 优先股的不设置 投资者回收条款 也不设置 强制转换为 普通股的条款 而且假公司清算时 优先股股东的 清偿顺序 他是裂号于 普通债务的债权人 但是他是在 普通股股东之前 假公司根据 相关的议事机制 能够自主决定 普通股股利的支付 通过控制 普通股股利的支付 进而控制 优先股股息的支付 而且假公司 并不必然一定要进行 优先股的回购 所以股息这一部分 回购这一部分 假公司都是可以 无条件避免的 所以通过刚才 我们对资料的这么一个分析 最终的结论是 假公司所发行的 这个优先股 应当给它 分类为全公寓 当考试的时候 它是要求 做出判断 然后再说明理由 然后再编制 快递并录 在作答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 它问题的税息 来进行作答 判断 说话的时候 千万别无论两可 要给考官一个 明确的答复 就是假公司的冤股 应当分类为全公寓 然后再说明理由 因为假公司可以 相应的自主决定 是否支付股利 而不具有的 强制付义务 假公司可以避免 交付现金 或者是其他金融资产 所以结论是 应当划分为全公寓 那划分全公寓 要边箱快递边落 它是收到了 917000万 因为还要扣掉 3000万的 那个什么发行费 所以借银康 存款917000万 代计其他权益工具 这里边涉及到 一个快递科目 其他权益工具 当然我们后面 讲的可能更多一些 这里边先了解一下 其他权益工具 这个科目 它的使用 其他权益工具 这个科目 它核算的是 企业发行的 普通股以外的 归列为权益工具 的各种工具 分裂为权益工具 所以我们是 代计其他权益工具 不能代计股本 股本可是核算普通股 发行的普通股以外的 归列为权益工具的 各种工具 代计其他权益工具 具体位置呢 是在我们教材的331页 下面我们再说一下 关于金融负贷和权益工具 七分基本原则 里面的第二点 就是需要关注一下 如果不是以现金 或者是其他金融资产 来进行结算 如果是以自称权益工具 来进行结算 那么需要关注的是 那么解散时 交付的权益工具 的数量 到底是可变数量 还是固定数量 权益工具的定义呢 我们在上一讲讲过 这里边呢 就不再重复了 它是能够证明 拥有剩余权益的 这么一项活动 那如果是用 自身权益工具 来进行结算 注意了 如果解散时 交付的权益工具 的数量 是可变的 或者是收到的 对价金额 是可变的 它不满足我们上讲 所讲述的权益工具 它的定义 以自称权益工具 来结算这个合同 那么这个合同 到底给它分类为 金融负债 还是权益工具 需要注意 交易目的 就是说 用自称权益工具 来结算这个合同 那么这个自称权益工具 到底是作为 现金的 这个 等价物 还是作为 发行股票 如果这个自称权益工具 它是作为 一个现金 或者是其他 金融资产的替代品 那么交付的 自称权益工具的数量 那么肯定呢 是可变的 因为它是作为 现金或者是 其他金融资产替代品 举个例子 我们像银行是 借了100万 约定好了 三个月之后 要还债 那如果说 企业还债时 交付的 自身的股票 是一个可变的数量 它实际上 这个自身的股票 就是一个现金 或者是 其他金融资产 一个替代品 所以一定要根据 这个经济合同 所反映的 经济实质 所以如果是 作为现金 或者是 其他金融资产替代品 那么交付的 自身权益工具的数量 它是可变的 像银行借了100万 那么 结算时 股价可能很高 也可能很低 那么你交付的 这个自身权益工具的数量 它就是可变的 它是作为现金 或者是 其他金融资产替代品 当然这句话 你也可以反推 如果我交付的 自身权益工具的数量 是可变的 实际上就是 作为现金 或者是 其他金融资产替代品 所以要理解一下 刚才我们讲的这一段话 以自身权益工具 来进行结算 一定要注意 这个自身权益工具 那么它的交易目的是 作为现金 或者是 其他金融资产替代品的 交付的 一定是可变数量的 那如果是 为了使持有方 作为出资人 来享有企业的 剩余权益 还是呢 刚才我们举那个例子 像银行借了100万 按照合同的约定 三月之后还款 也就是说 三月之后 企业只需要交付给银行 比如说 50万自身的股票 当然三月之后 可能说企业的股价很高 或者是很低 但是我们不考虑 它的供应价是变得 我们只考虑数量 所以像银行借了100万 三月之后呢 我们只需要给它 50万我们自己的股票 我不考虑 三月之后股价的高低 那么这个交易的 经济实质是什么 这个交易的经济实质是 我们是发行股票 只不过是先收到银行的钱 我们随后再给银行50万 它和我们平时发行股票 没什么区别 只不过这笔业股 是我们先收到钱 后发行股票而已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交付的自身权益工具的数量 那么它就是一个固定的数量 当然按照我们准则上来表述 如果交付的自身权益工具 是为了使持有人 作为出资人 来享有企业的 剩余权益 那么交付的自身权益工具的数量 在一开始就商定了 这个数量 它是一个固定数量 所以要理解一下 刚才我们举到两个例子 像银行这款100万 三个月之后交付50万 是先收款后发股价 它就是发行股票 就是增发股价 就是作为的权益工具 不能把他分裂为的 其中负债的 当然我们在进行区分的时候 如果是用自身权益工具 来进行结算 还需要考虑一下 这个其中工具 到底是衍生工具 还是非衍生工具 而衍生工具的定义 我们在本章的第一讲 是讲过的 这里边我们再举写例子 比如说企业是发行的 就假公司是发行一个 可转换的优先 无固定 无固定期限 能够的自主决定 支付本期的可转换优先股 按照合同的规定 假公司将在第五年末 将发行的该工具 强制转换为 可变数量的普通股 也就是说假公司 它是有一个 强制转换的义务 你必须要进行转换 那么这一点实际上 和我们刚才所讲的 第三十七号准则 第十一条规定是一致的 就是发行方 他是承担着未来 回购的自身权益工具的 这么一个义务 因为他这里边说了 强制转换可变数量 所以假公司所发行的 这一个可转换优先股 整体要作为像什么 要作为 非衍生几种工具 你不要说这里边 还有一个转股权 所以我们前面也提到 第三十七号准则 第十一条 未来 就是以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回购自己发行的权益工具 要把这个金融工具 整体作为一项的 金融负债来进行处理 整体作为一项金融负债 所以它是一项的 非衍生工具 我们再看第二个局例 假公司发行一下五年期 分期付期 到期还本 同时到期可转换为 固定数量 普通股的可转换公司 账券 假公司是发行的一个可转账 然后在这个转 这个债券里边呢 又嵌入了一个转股权 而且转换股票的数量 是一个固定数量 所以嵌入了这个转股权呢 它是一项衍生工具 当然按照刚才我们讲的非论来说 它是固定换固定 所以这个应该是转换固定数量的 所以应当是作为一个复合的金融工具 组合同是要作为金融负债 嵌入的转股权呢 应当给它作为一项的权益工具 基于自身权益工具的衍生工具 实际上这些分裂呢 我们在第一讲已经讲过了相关的概念 就是我们在讲述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定义的时候 那么针对的非衍生工具 如果发行方未来有义务 交付可变数量的资能权益工具 来进行结算 交付可变数量的 就相当于现金或者是其他金融资产的替代物 所以这个非衍生工具呢 应该是作为一项金融负债 那否则交付的是一个固定数量的资能权益工具 那就是先收钱后发股项目 所以呢这个非衍生工具呢 应当是作为权益工具